中文字幕——YK 没有国家的冠军电影开场中影响了孙姬珍 甚至是韩国国家议事的一场重要比赛 柏林奥运马拉松 当时韩国还未从朝鲜独立 而朝鲜又被日本占领 所以身为朝鲜日志时期的运动员 孙姬珍只能以日本选手身份参加柏林奥运马拉松 奥林匹亚中就记录了孙姬珍选手比赛的实况 第十一届奥运会是在纳粹希特勒执政时期的柏林举办的 而残酷与讽刺的是 各国同聚参与赛事的三年后 便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纪录片也因此遭到了争议 背后的故事很多 所以这部奥林匹亚 不只拍摄了当时的运动盛事 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记录 其中就有没有国家的冠军电影开场 孙姬珍用月桂树挡住胸前日本国旗的世界 身穿382号的就是孙姬珍选手 这里是美国的军事 我们站在马产的区域 约8区 它是选手的勝利 1932年 阿尔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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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是北京的运动 在日本和哈巴拉 大战 奥林匹亚是史上第一部奥运纪录片电影 由德国女导演莱宁里芬斯塔尔统筹拍摄制作完成 为了拍摄制作团队也发明了一些摄影设备与技术 像是可旋转各种角度的摄影机支架转台 还有不让机器运转的声音影响选手比赛 而设计的套在摄影机上的隔音箱 在音乐效果上也营造出观赛的气氛 适时加入播报员的报道则更有临障感 这位依旧是男生龙选手 电影里热心积极的男教练 奥林匹亚的摄影师为了要抓到运动的感觉 还练习手持摄影机跟拍选手 甚至将轻型的摄影机安装在马鞍上 被套在马拉松选手的身上 这种做法可以称是GoPro的前身了 这也开创了能够有呼吸郁闷感的拍摄手法 马拉松比赛即将要进入高潮 第一位跑回奥运会场的就是孙姬珍选手 他一路领先不乏稳定 最后还加速跑向了终点 最终顺机整理2小时29分19秒 获得了1936年柏林奥运马拉松会冠 蓝星龙以两小时31分42秒获得了通牌 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记录 授奖仪式上奏起日本国歌 升起日本国旗 孙姬珍折默抵着头 用月桂树遮住胸前的日本国旗 这就是电影《没有国家的冠军》 全片贯穿者的孙姬珍爱国精神 回国后孙姬珍被日本监视并禁赛 直到韩国独立 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 孙姬珍时隔12年才再次踏上了奥运会场 虽然只是作为开幕式的棋手 但他终于代表了自己的国家 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 想要了解1936年奥林匹亚纪录片的朋友们 请再点选左右两部影片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集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